这台车型就是最新的雪佛兰的创库RX的顶配 就是128,900的那个版本 对于这台车我真的大家最感兴趣 肯定就是它的动力了 一台1.5T 184匹 再加上CVT的动力总成放到了一台小型的XDUE上面 那它的实际体感是什么 是真的猴猴飞 那如果要说这台车特别的地方 肯定就是在它的CVT 那CVT大家听上去是不是觉得 肯定是柴棉花什么轩异同类啊 但这台CVT我觉得有点不一样的 就是比较偏近激进的那种 它做的跟本田的CVT有一点区别 就是它做不到特别的跟脚 像我们现在一脚游门下去 它还是要缓冲个一秒左右的时间 有可能是要保护它的变速箱 所以我觉得它的跟脚程度 是没有本田来的那么好 但是它对动力的释放的激进程度 要比本田的好的多的多的多 像我们一脚游门上 哇 猴飞的一台车 它甚至还可以有一点扭力转向在 那关于动力的体验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总结来说就是一台还挺好飞的车 它给我的动力的直接感 会比本田上面的180多匹的CVT 会更加直接一点 但是跟脚程度我觉得 没有本田的CVT做的那么好 但是不影响这是一台很适合拿来飞的车 那动态的最后一部分那么好飞 又加上美国车 会不会它的油耗会比较难看呢 那就说一下我们今天实际开过来 这样的一个拍摄点 那车机显示的是 我们自启动之后走了刚好是10公里出头 那加上刚才大家有看到 给大家演示它的动力 比较飞载烂载的开法 那这里显示的是自启动后的 平均油耗是8.6升 如果是比较正常的开的话 7个油应该是没有什么压力的 那接下来我想分享的一点 就是它底盘整体舒适性 操控性方面的一些感受 那首先呢整体的绿震呢 毕竟这是一台10万出头的车 所以我觉得它没有做的特别有高级感 像我们现在路面上的震动传递 到车内的还是蛮明显的 除了它的绿震呢 还有它的悬架的调校也是比较硬的那种 但是硬的来呢 它悬架行程又是比较长 像我现在做一个紧急变道 整体的车身的摇晃的幅度会比较大 所以总结来看这台SUV 它并不算是一台主打 舒适性方面的一台SUV 它更多可能会像操控方面 做一些考虑 毕竟这么小的车身 再加上这四轮视角 我觉得来来飞还是挺好玩的 那内饰呢 这台创库RS 那肯定就是他们雪佛兰 第一次出现的全新的内饰设计语言 那我们的摄像就是一台雪佛兰 麦瑞宝上一年提示的车主 它已经羡慕到不敢说话 那整体的车设计不能说类似的 简直就是一个双联屏的设计 而且内饰的通用他们家最新的车机系统 那先说操作的流畅性 来我们演示一下 还是挺不错的 我们昨天就刚刚体验完 凯迪拉克Liric上面的车机系统 我发现他们整体的UI是非常的相近的 而且这台车的车机还类至了导航 还有酷尔音乐以及爱奇艺 除此以外 手机互联方面 这台车还有一个Apple的CarPlay 然后除了这些应用上面 它还有一个功能性非常大的卖点 就是它的语音系统 但是这个语音系统 我觉得有一丢丢小羞耻 它是这样唤醒的 你好小雪 有没有看到它不仅是一个自动空调 而且它的车机的语音助手势 可以直接控制到 那讲完这个车机以外呢 还有要讲的就是它整体的用料跟做工 一般说说话 所以一般10万块钱出头的合资车 基本上大概都是这个水平 摸上去全都是硬邦邦的 只有一些少数的地方 手接触的比较多的地方 会采用一些软性材质的包裹 包括它整体的做工 像这个挡霸 做工也还是美国车的那个水平吧 那是最后一点要讲的就是配置了 说一点实际一点的 像这个主动安全定速巡航 车道居中辅助 自动的防漩霧 四门车窗的一键升降 然后包括电子手下和Auto后 这台车上面都有配备了 那对于12万13万这样一个级别的合资车 能有这种的配置水平 丰田跟本田都哭出声咯 那最后来讲一下它的后排的空间表现 那前面已经调好了 我一个刚才开过来比较舒适的坐姿 像我这么胖的一个人坐到后排 腿部空间一拳是有的 然后头部空间也刚好是一拳 整体的空间表现基本就是小型SUV 然后后排的座椅的坐垫也是明显的 要比前排显得软那么一点 而且后排还有两个USB的接口 那接下来就要说一些缺点了 那缺点也很明显就是 它的后排的地板并不是纯平的 所以如果你要坐到中间的话 就要擦开腿坐了 那最后再说一点 我个人觉得有点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们给个空间也能看到 它的前排座椅是完全抬高于它的车厢的底部 那这样做有好处也有坏处 好处就是后排的人的脚可以伸到前面去 它的大腿就可以放松一点 那不好的地方就是 比如我有个手机 不小心掉地上了 然后一个急刹车 然后它的手机就向前跑了 那比较难捡到了 那空间部分最后要说的就是 它的后备箱空间 那对比于小型的SUV 我觉得这个后备箱空间 是水准左右可能偏上那么一点点 像我们今天这种两个人的行李 然后中间还有一个拍摄的行李箱 都没有把它塞满 那如果你是一个四口之驾 或者是三口之驾 开这台车出去 放它的行李 或者再加一个BB的小的手推车挤一挤 我觉得应该是能放得下的 那关于这台车的介绍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了 那来总结一下 其实开着这台车 运动方面的一些个性的同时 我觉得它在配置在质感 然后在设计上面都是不差 这其实就是一个水桶 GK5的水桶 就是中间一个板是这么高 其他都是那么低 那这个创库RS呢 那它的水桶就是好的板是这么高的 但是其他板也有那么高 所以这是一个均衡的 我觉得是一个高性价比的选择 那当然如果你是通用的潜在客户 你更加感兴趣的肯定就是它的价格了 那这台车它的顶配价格是128,900 本身都不是一个特别贵的价格 但是一开始呢 我对微朗Pro也是这样觉得 我觉得它不会是特别便宜 但是最近我有一个朋友 他真心的想要下定了 他询问到微朗Pro 就是1.5T加CVT的那个版本的最低配 全包落地价10万块钱 一分不多 一分不少 而顶配呢全包落地13万2 而且这个只是打个电话去问的 你去现场问 甚至还能给你再便宜那么一点点 所以对于这台车 我肯定是推荐你的价位在10万出头 你想要一台动力比较好的 比较有个性的一台车的 我都会推荐你去考虑一下这款车型 但是真的是想要买Tronco RS 我觉得稍微可以再等等 OK